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7号 现在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 现在第五大道正在举行 2022年度纽约胜派翠克大游行 好多参加游行的美女 今天的天气雨兮兮的,天空飘着小雨 今天是星期四 游行从上午11点开始 起始的位置是曼哈顿第五大道44阶 游行的队伍将沿着第五大道走到东79阶 网上新闻说呀 以往一年一度的纽约胜派翠克大游行 是纽约一个胜大的结果 每次都会吸引数十万的观众 充足观看 大家知道去年2020年因为突发疫情嘛 胜派翠克大游行在3月10日 也就是举办一周前被迫取消 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美国国旗 全部由军人高举着走出来 网上新闻说 直到去年年底 纽约市政府才允许 梅西百货港元节游行恢复举行 当时胜派翠克节大游行的组织者 算是看到了希望他们欢呼 明年我们将庆祝在纽约街头游行 260周年 圣派翠克大游行是从1762年开始 组织者说 我们要纪念圣派特里克日 纪念爱尔兰人的遗产 马上新闻说 今天这个圣派翠克大游行 到中午12点钟 将会有一个默哀仪式 那现在11点过 可能一会就可以试试这个默哀仪式 游行的组织者说 红衣主教多兰将在圣派翠克大教堂外 主持这个仪式 纪念911恐攻20周年和新冠疫情的受害者 那这里说一下 圣派特里克节是3月17日举行的文化和宗教庆典 3月17日是圣派特里克的祭日 而圣派特里克是爱尔兰最重要的天主教圣人 一追这个节日也是西方主要的宗教节日之一 圣派特里克节在17世纪被定为正式的基督教宗教节日 由天主教会 英国圣公会 特别是爱尔兰教会 正教会和路德中去 这一天纪念圣派特里克和基督教降临爱尔兰 并且庆祝爱尔兰的习俗和文化 庆祝活动一般涉及公众游行 社区集会 穿绿色衣服跟三叶草 属于礼仪教派的基督教徒 参加的教会 并且根据天主教会礼仪 限制饮食饮酒的四巡大灾期结束时间 正好接上圣派特里克节 所以提升了此传统节日的酒精消耗量 圣派特里克节是爱尔兰共和国 北爱尔兰加拿大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英国海外领土 文泽纳的工地假日 散据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 像是英国加拿大 美国巴西 阿根廷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也会庆祝 圣派特里克节在以上国家 过得比其他国家更加浓重热烈 现代的庆祝活动 受到大量爱尔兰人的影响 尤其是北美发达国家 近年来有人批评 圣派特里克节的庆祝活动 过于商业化 并对爱尔兰人民造成负面的刻板印象 现在12点钟了 即将为911恐怖袭击的 遇害者遇难者默哀 I'd like to welcome some of our honored guests I'd like to welcome Bishop Whelan The Honorable Mayor of New York City Eric Adams The leadership of the Fighting 69th NYPD, FDNY, PAPD And New York State Courts And all parade participants Please join me in honoring the fallen members From the NYPD and the FDNY Who have made the supreme 2021 To appreciate the vision of your image in every person Lord God we are grateful That we can gather again this year After church By the example of selfless service of the Irish To Christ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service To us To them in the perseverance of St. Patrick I wish to affirm the primary The Queen of our Lord Amen Thank you Lord To them in th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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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estrogen 好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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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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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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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